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菜的田园 秋季的气温非常适合种植韭菜 韭菜种植可以用分猪 和种植播种这两种方法 分猪的方法很快就会有收成的 老菜之前已经出了个视频 详细介绍过 想了解的朋友可以点开链接看看 今天我来分享如何用种子种植韭菜 先用温水浸种进行催芽再种 气温合适的话 也可以直接用干纸直播 只是种子会晚些发芽 过了五天 看到种子漏白了 可以播种 你可以直接种在地里 这次我用容器种的 容器的深度有20-25厘米就行了 把种子均匀的撒播在土上 根据自己的种植环境 采用调播或者削播的方式都可以的 播完之后 轻轻的复一层薄土 然后浇透水 注意的是 在韭菜出苗前要保持土壤湿润 保温 避免暴晒的 适当的知音会更好 大概一周左右 韭菜就出苗了 又过了30天左右 韭菜长有10几厘米高 我让它继续生长 两周后 韭菜长得更高 也更稠密了 一般当韭菜苗长到18-20厘米时 就可以移栽 有地方种的话 直接移栽到地里更好 我没有空地了 就用盆栽的方式来示范一下 我先把韭菜的叶子剪去一段 目的是减少叶面水分的蒸发 和营养的消耗 然后将韭菜苗从土里挖出来 接着进行修根 剪去部分的须根 保留3厘米长左右 目的是触发新根的 然后翻松一下泥土 按照猪行锯 10厘米左右就比较好一点 把鱼栽的土地鱼挖好 用工具把泥土挖得稍微深点 有利于韭菜的新根向下生长 每个鱼栽种一处韭菜苗 大概8株左右 注意栽植的深度 不要埋住分裂的节点 定植完成后就浇水 有利于缓苗的 一周后 一栽的韭菜苗就长起来了 有十几厘米高 这个时候可以追肥 例如炒木灰之类的 又过了两周 韭菜长得更茂盛 已经有25厘米左右 韭菜具有比较强的耐寒性 在多伦多是可以安全过冬的 如果用小盆栽种韭菜的话 在冬天时可以放在室内的窗边 去年我把盆种的韭菜 放在室内的植物冬下 冬天还可以有收成的 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您的点赞 转发和订阅